跑过来再跳过去 狗狗们玩得不亦乐乎 在台中市议员陈成天的争取之下 北屯新平公园宠物专区 预计11月中正式启用 现场不仅有绿地可以奔跑 还设有狗骨头造型的水龙头区 更有将大型小型犬做分区 吸引不少毛小孩跃跃欲试 球一丢 狗狗摇着尾巴跑过来再跳过去 狗狗与四组已经抢先来体验 玩得不亦乐乎 模样好疗愈 狗狗专区大概是2000平方公尺 大型犬只的部分 它大概面积是1200平方公尺 小型犬大概是800平方公尺 那提供犬只充分的空间 可以让它们来活动 公园设有狗骨头造型的水龙头区 寒管修气处 还将大小型犬做区分 狗狗进场也得乖乖排队进出入口 饲养宠物是时代的潮流 地方民众期盼的北屯新平公园 宠物专区将在11月中正式启用 很多的毛小孩的家长 我想大家都非常高兴 我们新平公园里面有设置的 大小犬的一个活动专区 我们希望在整个完善的设施完整以后 我们做一个让大家能够带来毛小孩 来互相认识也好 来运动也好 来做一个活动也好 在地方民代积极争取与市府的支持下 这处宠物专区短短五个月的时间 从规划设计到完成 地方居民好期待 让宠物四组都能玩超嗨 好 好 好